第一千四百七十五集 司机 呵呵 一个帮别人开车的家伙 他凭什么能取得女神的心呢 这家伙肯定是踩到了狗屎运了 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会勾得上自己的女神呢 收入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幸福感 唐冰默认了叶好轩的话 我和他在一起有幸福感就行了 幸福感 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也能给你 来来来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幸福感 李大同精神一阵 他指着这间包厢道 你知道在户城 这么一个像样的包厢要多少钱 说出来你或许不相信 这么一家包厢 可能你开车要开大半年 李大同看着叶好轩 他得意洋洋的说 现在嘛 所有人追求的都是物质 说真的 如果你给不了他幸福 给不了他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你就是在当个别人 这样不好 真的 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越是说这些 我越是感觉到罪恶呀 叶好轩皱了皱眉的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觉得 我养不起唐冰了 就是啊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 我不知道你心虚不 反正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会感觉到心虚的 这有什么好心虚的 叶好轩莫名其妙的说 我女朋友漂亮 这又不是我的错 兄弟 你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是现实的 李大同苦口婆心的说 冰冰呢 是我们班最优秀的女孩 我也希望她能找个 好点的归宿 你看 就像是我这种的 才能配得上她呀 但是你这样 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李大同盯着叶好轩 他一边看一边 砸嘴摇头的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上的 你确定 你能给得了她幸福吗 能 叶好轩想都没想 他回答道 我能给她幸福 这点不用你担心了 大同啊 有些人不识抬举啊 有一个男人也凑了过来 这家伙很显然是属于 狗腿子的类型 唉 没办法呀 我苦口婆心的 说了这么久了 人家就是不听啊 冰冰啊 你也过了那种 喜欢做梦的年纪了吧 我还是劝你 李大同边说边摇头 唉 擦亮眼睛吧 有些人真心的不适合你啊 我适合谁 不适合谁 我心里清楚 唐冰站了起来 他淡淡地说 今天就是同学聚会的 我是看着大家同学一场的份上才来的 这是我男人 他哪怕是要饭的 我喜欢跟着的 与你们无关 谁要是再敢多放一个屁 我现在就走 唐冰也是怒了 这些人的嘴脸 他才是真的看够了 尤其是这个李大同啊 仗着自己现在在护城混得不错 那说话 甭提有多难听了 如果不是看在这里 有几个要好的同学的份上 他现在肯定扭头就走了 哎呦 别生气 别生气 大同也是为了你好啊 不谈了 不谈了 哎对了 你男朋友是不是开公交车的呀 现在下班了吧 哎呦 要是一会儿有人喝醉 你可要负责把人给送回去啊 有个男人大笑道 算了 别生气了 叶昊玄笑了笑 他拉着唐冰做了笑 毫不在意地说 反正我也习惯了 傻逼特别多 唐冰不满意地嘟捞了一句 早知道 他就不该来这里的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大家好不容易见面 哈哈哈哈 有些事情以后在他 我们敞开来玩啊 今天晚上我包场 一定要玩得尽兴啊 李大同 见唐冰的脸色有些不大好看 倒也不再提刚才的事情 他觉得 追女人吗 啊 还是不要着急的比较好 因为过刚一蛇 他不高兴 那就慢慢来 总有一天他会被你软化的 啊哈哈哈哈 对 这个包厢啊 可能是护城最大的包厢了 还有我们李哥呀 呃 这是费了一番大功夫 这才弄下来的 大同在护城很有面子的 这要是换了普通人 这间包厢真的是弄不来啊 有人恭维道 好了好了 大家尽情的玩 以后常联系啊 别的地方不敢说 在护城 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 需要帮忙的话 尽管来找我 在护城 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事情 哈哈哈哈 李大同是哈哈的大笑 哎呦呦呦 这牛逼吹得是一点也不谦虚 叶好轩也就笑笑 因为他知道 李大同在吹牛逼 因为真牛逼的人 一般不会吹自己 如何如何的牛的 当然 吹牛呢 也是一种技术活 没有一定的实力 连吹牛都吹不到 这么清新脱俗的 不过 这个地方也是 确实是有些豪华 每个逼格高一点的酒店 一般一些高档次的房间 他都不是对外开放的 这就是给内部提供的 或者说是给一些 比较牛的人物准备的 这个包厢单从逼格上来看 确实是比较高端 如果去订 他没有一点面子的人 确实订不下来 李大同也不完全是吹牛逼 如果没有一点实力 是不可能包得下这间包厢的 大家玩着玩着 可就忘了时间了 就在所有人都喝得 有些醉意的时候 突然门开了 一个女生尖叫着跑了进来 啊 不好了不好了 许贤出事了 他刚才出门碰到人了 那人现在拉着不让他走 什么 有这种事情 室内的男性纷纷地站了起来 他们喝道 谁欺负我们的人 走 出去看看去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就跑到了洗手间的门口 只见一个西装革履 看起来有些人模狗样的男人 拿着纸巾 擦着身上的水 另外一边有一个女人 满脸通红 她横横地盯着那个男人 这就是许贤 也是唐冰的同学 刚才喝的有些多了 去洗手间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人 可是她没有想到 这个人直接就拉着 不让他走了 而且还说着一些 污秽不堪的话 这让她十分的难闻心 所以刚才那位女同学 回去报信了 看到自己这边的人来了 她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没事吧 小心 唐冰和她的关系比较好 她跑到最前面 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没事 许贤的性格比较柔弱 刚才这男的不让走 而且他身后还有同伙 这可把她给吓坏了 拉住唐冰的手 她这颗悬着的心 这才落了下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李大同俨然就是这一群人的 忠心人物了 他号称是在护城吃得开 也并不完全是吹牛逼的 他也跟着匆匆地跑了过来 你朋友啊 刚才碰到我了 让我把水洒到身上了 那个男人把手中的纸巾丢到了垃圾桶 他取下了眼睛 戴上了墨镜 冷笑道 哼 你看着办吧 嘿 哥们 需要我教你怎么做人吗 李大同也是冷笑道 碰一下而已 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不然你还想怎么样 道歉 男人笑了 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我不小心把你的女朋友上了 然后再道一个歉不就完了吗 你他妈的你说什么呢 李大同大怒 他觉得是时候在女同学啊 他们的跟前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了 他指着这个家伙喝道 有种的你就留下你的性命 我们今天就划下个道来 听到没有 这不怕死的主上场了呀 他让我划下道来 你们看到了没有 男人笑了 他双臂一挥 只见呼啦啦的一大群的人就涌了上来 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那都是西装革履 戴着墨镜 看起来正是十分的强大 男人活动了一下筋骨道 他妈的今天来这里 给我的朋友过个生日宴 没想到还有不怕死的上前来 你不是要划下道来吗 来来来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 你是什么人 李大同一看对方的阵势 他感觉到有些不对了 因为他看得出来 对方的气势有些不一样 看来不是怕事的人呢 李大同虽然有些势力 但是他清楚在户城这个地方 做人还是要低调一点比较好 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多了去了 当猪头鸟可以 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啊 一不小心摊上对方有钱有势的 那他就妥了呀 估计他那点势力都不够人家玩的 哟 现在知道问我是什么人了 男人笑呵呵的说 刚才不是挺你们牛逼的吗 你现在怂了 我 我不是怂 李大同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怂了 他喝道 我只是觉得 大家都是护城的 万一我们有点什么关系 伤了和气就不好了 你就是一傻逼 哼 男人轻蔑地看着李大同道 这么告诉你吗 刘士杰那是我堂叔 你现在明白了吗 刘总是你堂叔 李大同瞬间捏了 他怂了呀 他真的怂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护城人 他当然知道刘士杰是什么人物 佛爷手下的头号大将 号称护城是除了佛爷之外 他是谁的面子都不卖的 他是有些势力 但是对方他得罪不起 真的得罪不起啊 你是听说过我老叔啊 对方更是得意他冷笑道 那你他妈的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过来给老子道歉 对对对不起 真的是对不起 哥哥是我的错 李大同的态度马上来了 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他点头哈耀的说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 你看我 永远不是泰山 该打 真的该打 李大同的转变 让所有的同学都看到了眼里了 大家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是心里着实是有些鄙夷 被以为这货不是吹着护城 那就是他的地盆吗 只要是有事情随时都可以来找他 他都能把这些事情摆平 但是人家就抱上了一个名号 这就把他给践踏的是屁滚尿流的 那真不知道他之前的牛逼 是怎么吹出来的 今天的事我也不想闹大 但是那个女人嘛 刚才说话有些难听 男人指了指许贤道 过来 让他跪在老子的跟前 哎呦 哥哥哥 他就是一个女人 你 你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呀 李大同点头哈耀的说 我放你妈的屁 你滚一边去 男人的眉头一皱 我想做的事情 还真没有人敢拦着 是是是 哥哥哥 我滚一边去 哎呦 李大同的那副奴才像 真的是让人看着有些不习惯呀 你 过来 男人向许贤一直道 今天你跪在我跟前认错 这件事情就算是过去了 不然 你今天晚上就别想离开这里 许贤很害怕 他也知道对方的来头有些大 但是刚才对方说话真的是很难听 他紧紧地握住唐冰的手 一句话也不敢说 呦 我上来是吧 是不是非要让我动粗才行啊 男人冷笑道 我这个人嘛 一向是不喜欢动粗的 但是 如果你真的让我心情不好了 那不好意思了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许贤啊 你 你就委屈一下吧 李大同上前劝道 无非就是贵贵嘛 只要你让哥高兴了 他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为难我们 快点 李大同 你说这话 还算是男人吗 许贤生气了 真的 要是对方为难他 他还感觉不到什么 但是作为同学 而且还是作为一个 有头有脸的人物 现在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让他如何的不生气 哎呦 我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你不要不是好歹 李大同一副无辜的样子 行了行了 李大同 我算是认清楚你是什么人了 李贤怒道 报警吧 唐冰拿出了手机 他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到这个上面 报警 你脑袋没有坑吧 男人讥笑道 我发现越是漂亮的女人 越是没头没脑的 现在出事 谁还用报警的事情解决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